日本能登墙镇过后 五个月时间过去了 重建之路漫长 光是在轮岛 还是有八成被镇毁的房屋 至今无法清除 灾区多半住的是上了年纪的长辈 十一住行 方方面面需要帮忙 此季从本周五开始 一连三天要发放建武经 已经提早由当地的父母官 厅长带着志工群 挨家挨户通知 大山大海都有了变动 这里已经不是自己最熟悉的地方 93岁的池田先生 要走进老家都和过往不同 地震后五个月 重灾区血水丁 依旧是残破不堪 重建脚步缓慢 尽管政府已搭建组合屋 还提供必要的生活家电 安置受灾居民 但所有的生活开销 还是得靠自己 而亟待修复的房屋 大多无理可为 地域是高龙的人 有很多人 所以现在地域の方 一番悲惨的事是 十歳権的资金面も含乎 所以心里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知道此季将发建五金 做了十年区长的熊野先生 是带着志工逐一通知 反复叮铃 中規模犯規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我希望你能夠使用 如何使用 真的有親愛 也很感謝 大海新聞 楊錦慧 鄧志明 陳一鳴 日本報導